今年六月份大陸才以石斑鱼被验出孔雀绿和结晶子等禁药 禁止进口大陆这回再出招 大陆海关总署一号晚间公布厂商名单 一共一百多家其中不罚台湾知名业者 包括维格饼家 郭云义食品 文力食品 卫权及泰山企业等 大陆指称他们违反相关规定 紧急停止进口 赶着深夜做出这项重大决定 标靶十分明显 被外界解读 难道是跟美国众议长裴洛西来台有关 他们一直说他打过来 然后他也没有打过来 然后就是只能用类似这种方式进我们什么东西 去限制我们贸易的一些经济的发展 已经习惯了 我想每一个人 台湾人都要随时要准备接受这一刻了 这个是纵南海那边决定他要做什么的 我们从来也没有办法去主动去要去挑衅做什么 过去大陆已病虫害 使用禁药等理由 多次禁止台湾凤梨世家莲物以及石斑鱼进口 这次换食品业遭殃 被点名的厂商表示 大陆突袭停止进口 他们还要再了解状况 只是中秋节快到了 之前收到不少对岸订单 做好的食品现在出不去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随着佩洛西旋风访台 大陆还会使出哪些手段 外界持续关注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周秋二日是许多人的悠闲时光 但是新闻事件不调时间 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都是在宁静的假日发生 我始终坚守岗位带来最真切的解析报导 直播深入 逻辑演绎将故事一一说给你听 我是房叶寒 周六日新闻不停歇 给您最及时 深度报导 我们 sehr久不停歇会 震灵宫 无 downside